也不是說炮聲隆隆啦 因為說不定調查完了還他清白啊 對不對 有可能嘛 因為在兩個專案小組裡面 都有阿伯的議員 都有阿伯的議員 那阿伯的議員先前已經講過啦 他們要進來監督專案小組 那所以呢 我告訴各位 我們專案小組開會的過程 那才叫公開透明 全稱直播嘛 對不對 大家上網都看得到啊 而且我們也沒有什麼 沒有錄音的會議啊 這些 更不會有幽靈會議嘛 不會有人簽到了之後說 啊我沒參加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專案小組 請阿伯放心 完全是按照阿伯所提出來的標準 公開透明 對 而且呢 今天特別再給阿伯一個建議啦 之前也講過 小心你身邊的人 這個很重要啦 因為你說現在阿伯在講說什麼 你把人叫過去 只是在作秀而已 欸 請問 黃國昌在國會裡幹嘛 他不是在主張國會調查權嗎 黃國昌跟傅昆提 傅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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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個很好嘛 一起推動國會調查權嘛 他們的國會調查權提案可厲害了 不是邀請人到國會耶 是民間一般百姓 你可以強制他到國會耶 對不對 你他不來你還要罰他的錢了 對不對 他來了講的不滿意的答案 你還要給他關三連耶 我們議會很客氣老實說 因為柯文哲現在沒有公職 一般百姓而已 所以我們也只能邀請他 那他不來其實我們拿他是沒辦法的 對不對 幹嘛這麼生氣 對啊 你說現在你們幹嘛這樣 你不能一二三四列出 我會打他叫人去幹嘛 那我說真的啦 你回去跟黃國昌商量一下 看國會調查權的提案 要不要撤案 要一個調性 連議會這種你可以來可以不來的 這種非常軟性的這個邀請你來說明 你都不高興了 那你為什麼國會裡你要推動那種強制的調查權 另外小心你身邊另外一個人叫陳志涵 因為金華城這件事 我是金華城專案小組 我們現在就要研究 說金華城這個怪案 為什麼給了他五百六之後 還狼心不足 舌吞象繼續不滿足 為什麼我們都發局明明知道 這個是違法不當的案件 還會繼續硬著頭皮把頭洗下去 現在有資料出土嘛 一開始是柯文哲市長 收到金華城陳情之後呢 竟然他覺得金華城講了 有道理要去交辦給都發局去研議啦 蓋了這個章 這個公文的交辦單出去之後 都發局才會有後面的一連串開會嘛 那現在也在發現了 金華城這案子 在一連串開會結束之後 其實都發局還有在上個專簽給柯文哲 跟柯文哲講說 我們開完會結論是這樣 那曾請何事 如奉何可 我們才會公告 意思就是說長官你蓋章 我們就公告 長官如果你不蓋章 那我們當作沒這回事 阿伯就蓋了 蓋章 柯文哲的假章 那個我之前有公開在節目上講過 柯文哲有一線生機 因為最終拍板的公文是 柯文哲括號假張 他還可以把他甩鍋給彭震生 他還可以說他不知情 那看彭震生要不要咬他說他知情 結果昨天有一個人非常天才很厲害 陳志涵 陳志涵出來他要嗆檢蘇培議員 他嗆檢蘇培議員什麼 他說檢蘇培說這個張士柯文哲蓋的時間是他拍板的 那當然啊他是市長啊 當然是他蓋章他決定啊 啊你腦子有沒有在用啊 哇 戰狼小姐姐嗆了那個帥話 嗆了那杯是 超帥的 阿伯完了 阿伯完了 因為陳志涵出來作證說張士阿伯蓋的 是阿伯決定的 張士阿伯蓋的 沒有辦法甩給別人了 怎麼辦 我跟你講啊 如果柯文哲市長 你有請個律師 比如說黃國昌律師 或黃珊珊律師的話 他們一定會說 請志涵不要再講昨天那種話 因為人家柯文哲有個防火牆是彭正森嘛 結果呢 陳志涵好像是晉級的巨人 那鎧甲巨人把這防火牆砰的一聲撞破了 哇 你這個戰狼竟然是把阿伯的防火牆撞破了 接下來我們專案小組本來還在想說 這到底要不要約詢柯文哲市長 可能還會猶豫一下 結果你身邊的最親信 已經跳出來說張士你蓋的 是你拍盤的 這不問你能行嗎 對我就問你親信都這樣講了嘛 志涵說的我們要信啊 不是那如果說今天你的親信都這樣講 我們還不去問你 那是我們失職耶 對不對 你是關鍵人物嘛 是你的親信自己講的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很簡單啦 柯文哲說所有東西公開透明全部上網 我就問你的內籤 為什麼你這張市長的時候你不上網 你說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會議都有上網直播 你那個交辦單內籤你怎麼不上網 還有那個最終你拍版公告新都市計畫 把容積八百四十趴送給金華城的這個內籤 你怎麼不公告上網呢 明明就有一大堆資料 你自己沒有公告上網 現在你還叫什麼一切都公開透明 對不對 台志光現在被你拿來當遮羞部 我講真的啦 台志光的專案小組我也很想成立 可是問題是現在所有資料的檢調手上 都已經有具體的被告 國民黨成為議員被收押之後 我們這些資料拿不到嘛 成立了之後大家沒有資料 也是在那邊合客言而治而已 金華城跟四北科這兩個案子 現在檢調還沒有非常深入來追查 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 要把資料趕快調閱出來 還原這整個行政的過程當中 到底市府的十一樓市長 是下了多少內籤 下了多少指令出來 對這個案子 你有沒有勾選委員 我就問專案小組討論委員 是誰勾選的 是內籤勾選的過程 有沒有又簽到市長 是十一樓去要市長蓋章來合客 這些種種的事情 我們都需要資訊的公開透明 那這公開透明其實講白 我也不認為什麼浮水印一定必要 你愛拿給民眾黨去公布 你就去公布 最好你把你帶走了公文內線 全部都公布出來 讓大家看看你柯文哲從頭到尾 陳志涵幫你數一數 你蓋了多少張 蓋出了這個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量身打造給金華城 從五百六一路過關斬將到八百四的超高容積 柯文哲就講清楚了